很久很久以前 在北海有一條魚 它的名字叫做坤 它的體型十分大 有一天 它突然變成一隻大鳳鸟 一飛直衝九萬里的高空 在高空中 它低頭一看 它說 地面上灰蒙蒙的一片 所有的山河海景都一覽無遺 它抬頭一看 只看見天色蒼茫無際 天地融合一起 它感慨的說 原來只要胸襟寬廣高遠 所有的一切都沒有了 謝謝 殘漢小鳩 看到大鳳鸟在空中飛翔 小鳩說 我只要盡全力飛 碰到樹叢就停下來休息 有時飛不上去就在地面休息 為什麼要飛向九萬里的高空呢 小鳩的飛行姿勢和境界 和大鳳都不一樣 他又怎麼懂得大鳳飛行士 所消耗的體力呢 在歷史上 有一個名為鴻祖的人 據說他活了七八百歲 他說 我都活了這麼久了 好多人都仇上我這種長壽的命運 突然有隻靈龜樹 但是八百年 好像並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啊 正常來說 不是都千歲才算長壽的嗎 樹卻說了一句 說啥呢 千歲也不過是短短的時間 出現了 是超齡老木 你才老 你全家都老 人家說 一千歲的叫千年老木 那超過一千歲的 不就是超齡老木了嗎 頓時 空氣中充滿了愉快的氣氛 風俗對於靈龜和大叔而言 也不過就是小年啊 世人卻把他看作長壽 不也就是少年的悲哀嗎 我覺得看完這篇文章之後 很感動 無極之外 還有無極 不要覺得自己很猛 永遠都有更猛的 自古以來 人們都在追逐自由 而庄子所謂的自由 是一種不去追求名譽和地位 心中無我的崇高境界 因此當我們有閒暇的時候 不妨拿起一本好書 全身心投入的去讀 去理解 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畅游 我覺得庄子的逍遙游 主要想表達的是事物的相對性 我們所謂大小 所謂長短都是相互比較出來的 因此應該要眼光放遠 而是在有限的時間里證明自己的價值 庄子透過對不同生命 事物的觀察與解析 傳達給後人無窮的生命哲理 而這些哲學也同時能使人們反覆咀嚼 體會 並且終身受用 解讀完庄子 逍遙游後 我認為若能在無盡的時間洪流中 找出生命的價值 並身體力行嘗試改變 即使是生命短暫 稍縱即逝的事物 也能在有限的時光中 綻放出自己最美的光芒 阻止節 後面的技術 一定會被改善 後面的技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